大家好,我是小妍,很多人调出来的韭菜鸡蛋馅儿总是出水,韭菜发黑,馅料吃着也不鲜美,今天给大家分享,调韭菜馅儿超简单的方法,这样调出来的馅料,为美不出水。 准备一个空碗,根据家里的人数打入适量的鸡蛋。 把鸡蛋液搅拌均匀。 锅里面多倒点食用油。 油热之后,把鸡蛋液倒入锅中。 用筷子进行搅拌,炒一个鸡蛋碎。 把鸡蛋炒成这样的碎状,就可以了,先把鸡蛋晾凉。 准备一把韭菜,已经洗干净晾干,把韭菜的根部去掉,再切成韭菜碎。 其实韭菜的根部最容易藏泥沙,而且洗的时候不容易洗干净。 所以提前要切下来一截。 切好的韭菜,放入晾凉的鸡蛋里面。 大碗里面放入一把干木耳。 倒入少量的清水。 放入一勺小苏打。 用小苏打泡五分钟再清洗。 木耳洗干净以后,向里面倒入开水。 放入一勺棉白糖。 这样可以缩短木耳泡发的时间。 搅拌均匀,静静地等待十分钟。 看木耳已经泡了十几分钟,就已经泡得很大一朵。 然后放在菜板,把根部去掉。 切成细丝。 再剁得碎一点。 放入韭菜里面。 里面放入一勺香油。 翻拌均匀。 调韭菜馅儿,不用放太多的调味品。 香油可以提味儿,也可以锁住韭菜的水分。 包饺子之前,再放入食盐调味儿。 搅拌均匀就可以了。 其他的调味儿量什么都不用放哦。 如果放太多,就掩盖住了韭菜的鲜味。 像这样调出来的韭菜馅儿,一点又不出水。 大家可以看一下。 包出来的饺子,味道很鲜美。 如果你喜欢,就收藏起来试一试哦。 今天视频就分享到这里,我们下一个视频再见。 着at